教宗方濟各此行主要是為參加亞洲天主教青年日活動 這是天主教年輕信徒的一個大型活動 預計將用來自約23個亞洲國家的成千上萬名信徒參加 在韓國 迎接教皇的準備工作已基本就緒 首爾城內 建築上掛滿了歡迎紅服 一些韓國民眾相信 方濟各此次訪韓 不僅對當地天主教會 也對整個社會有標誌性意義 我認為教宗將會為我們傳達一些最基本的東西 比如守信 希望 原則 信條 這將對我們的社會產生重要影響 最近我們國家總是發生很多不好的事情 許多人生活在困境中 所以我希望這次活動能為那些人帶來鼓勵 也能為社會注入正能量 方濟各此次訪韓 還將訪問韓國慰安婦受害者代表團 星期三 也有一千名韓國人參加了慰安婦受害者每週的示威活動 來自韓國慰安婦委員會的林美香 對教宗 方濟各的來訪充滿希望 教宗將會給前慰安婦帶來安慰 幫助他們修復心靈創傷 當然這次會面也會向日本政府和國際社會施壓 我希望這次活動能夠為解決慰安婦問題起到推動作用 在韓國停留期間 教宗還將主持韓國124名 宣教者宣服禮儀式 並慰問市院號沉船事故遇難者家屬 方濟各希望通過這次訪問 向朝鮮半島三八線兩側的民眾傳遞和平友好的信息 但是據報導 朝鮮方面表示 將不會判天主教信徒前往韓國 拒絕邀請的主要原因是韓美聯合軍演 美國之音VOA衛視莫菲 華盛頓報導